平川说亮镜天天聊慕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灵呱呱的非主流对抗 这一次他选择用暗夜精灵 好最近暗夜精灵出场的次数有点少 这一次满足一下大家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2归岛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ID加BigQ 告的其实就是灵呱呱 非常抽象 取个名字也要叫大Q神 好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边 一个红色的不死族 本场对抗又是暗夜大战不死 灵呱呱要用暗夜来非主流了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所发英雄 灵呱呱所发的还是守望 那守望这个英雄只要等级起来 可以千里之外起对手的英雄手机 跳来跳去杀完之后再跳出来 七进七出 那叫一个爽快 好我们看一下 开局的话战争古术还是要造一造的 毕竟用它来练集 那我们看一下不死族的英雄选择 常规开 首发的是DK 死亡骑士 家里的话依然还是选择狗流开 并没有放坟场 好那双方的话 都是按自己的最喜欢的套路来 灵呱呱基本上暗夜精灵这个战术就玩得很花了 好那这一集我们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发挥 开局的话 灵呱呱还是用战争古术来练集 这样练起来会比较的舒服一点 小四川要不要捣乱一下 看来看好像没有发挥的空间 好灵呱呱这个练集练的还是奔放 战争古术一刻一刻的造 暗夜精灵 哎呀灵呱呱的小精灵被对手一发C给带走了 好不死族的话选择还是先对练一下 这边有拍死野怪吗 拿了108点经验值 那我们对比一下啊 哎呀真的是拍死了啊 这边是133拿108 好刚好拍了一个25经验值的怪 那守望买了一个贵族投环啊 把自己的属性值给撑起来啊 来上来的话一个赌标要不就杀对手 哎呀没抓到 跑哪去啦 啊居然不在家是吧 不在家那我去你家里换一圈啊 好不死族家里的话冰塔才刚刚开始生这一波 守望好像可以杀一两个农民 来我来了 好小狗过来防止一下 那守望现在没有二级暂时不能跳啊 这边战争古术继续移动位置 找个好地方继续练 守望这一波的话并没有单传 好两发独标杀一个农民可以 接下来继续啊 冰塔马上就要好了 守望这一波会要 呃 代价会不会有点高啊 好天黑 饮个身 那DK回家买个粉 不死族家里是可以买粉的啊 来买个粉要交TP咯 好 这一波DK一发C交TP 那这个TP交的值不值呢 也不能算太亏 最起码你可以让DK回来一下 回来一下 自己个练集呢 就是暂时不会受到干扰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灵呱呱 这基本就不造兵啊 他就没出兵 是吧 就是出战争古术小精灵 然后呢 嗯 血练 直接用这个月亮锦来补啊 月亮锦是一个一个再造一个 好 接下来的话 看看这里能练掉吗 一个英雄 加一棵树 好 四个小精灵赶紧修修修 一定要修住啊 修不住 这个点就难练了 战争古术 呦 赶紧吃点树 吃点树 小精灵再修一球 双重回血 嘿 好 这波的话差不多要练完了 练完之后到二级 但是另外一边 哎呀 DK已经赶过来了啊 这个战争古术好像被野怪给清理掉 好 守望吸引一下仇恨值 这边练完这个点 哇 智力加六 守望表示 嘿 难得 难得啊 怎么好的装备 好 那这个战争古术就直接交代了 拖了一点时间 不死足打的还是有点凶啊 上来把对手的战争古术给A掉 好 那灵呱呱这一波的话 练的还是有点慢 没有出兵 给自己射线 二本的话还没有生好 家里的话已经是在造第五口月亮景了 接下来能守住吗 对手带了几条小狗呀 带了四条小狗 然后一个英雄 看能不能守住战争古术啊 直接被A掉 这一波灵呱呱 这兵营也没有救一个英雄 哇 说实话非常难受啊 好 守望的话 练完这个点 不死足会来进攻吗 四条小狗 他来了 灵呱呱呱 只有一个英雄 加上五口月亮景 好 应该是四口了 这口应该是造不好了吧 小精英一爆 来 想抢修 来不及了 守望 回来 守望没有到三级 来杀一两个骷髅 到三 到三级之后 就有机会把对方给赶跑 月亮景 四口现在喝完两口 不过幸好现在天黑 天黑的话 这个菌水 还是会源源不断的恢复的 五小杀 但是DK身上有C 这一波灵呱呱 会一波被带走吗 很有可能 好 不死足家里的话 小狗一个一个拉过来 这一波小狗的战斗能力 还是很凶的 现在守望 就想杀一条小狗 只要我到三级 是吧 你们都给我走 好 这一波的话 经过守望 坚持不懈的追 追杀终于追杀成功 追杀成功之后 守望到了三级 三级之后 买个鞋 买个贵族投还 好 赶紧回家 守一守啊 家里的话 小精灵被小狗 真的是追到四处跑啊 撒牙子跑啊 好 家里还有月亮景 哎 继继终于喝 好守望 这一波的话 是有三级的 金水一喝 呸 现在是二级的赌标了啊 比刚才 那开始抢多了啊 好 闪现 加赌标 还有鞋子 追杀起来 那叫一个方便 不死足 撤撤撤啊 这一波 哎呀 小狗没有反补 好守望 过来就追杀到两条小狗 EK表示 要给兄弟们挡一挡啊 呦 继续去追 哇 三条小狗 追杀起来 非常的爽 好 EK的话 不退反进 那另外一边 哎 林冠冠居然二发了一个DH 以前的话 他是守望 打到底 这一集的话 他居然二发了一个DH 好 DH 加上守望 两英雄 把一个窝的 一个DH 舒服啊 好 这个框 暂时没有发现 这林冠冠是极限啊 差点主框都没了 分框还要开 好 天亮了 那天亮了 景水暂时恢复不了啊 重新造 来 不死足这个骷髅 哇 过来一看 发现新大陆了 这 打的是真的奔方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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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没过去吗 这 这 没过去 他就不信别人 这个时候会开矿 我只是过来看一下 对手有没有练这个点 好 现在两个英雄 密切配合 哼 双C位啊 两个都 两个英雄都是C位 好 不死足 英雄选择的是巫妖 那巫妖出来之后呢 配合自己的大哥 慢慢练 家里继续拉小狗 科技的话 三本即将生好了 三本之后 开始转蜘蛛 那不死足 看看三本一波流 强不强啊 一般的话 三发可能会选择一个辣家 这个时候呢 进攻起来就很强势了啊 守望必须要继续提升一下 EH也要提一提 或者后面 真的会有点扛不住啊 巫妖 现在还是一级 DK的话差不多 马上到三级啦 三级之后 有二级的C 这边的话 嘿 这两英雄就是打宝啊 抢一个宝就走 抢一个宝就走 EH的话 当一个前排 战士 守望呢 到时候刺客 切来切去 切来切去 哎 这里又掉一个装备 攻速手套 拿到就走 那这一波 能练一下这个七级黑胖子吗 压力有点大 先两个英雄去喝喝水吧 这个点的链波 七级的一个小海龟 好 大海龟 好 DK省到了三级 五妖 即将也是升的 可计的话 三本已经升好了啊 盒子再出 那这边狂狗呢 要不要升一升啊 骷髅 再一次来暗夜经历 家里侦查一下 在灵呱呱建筑鞋 还装得整整齐齐 是吧 横 树 造得整整齐齐 家里呢 继续疯狂的补月景 守望 现在是满蓝了啊 DH的话 差不多 也是满蓝 好 人口方面 灵呱呱暗夜 近年27人口 对手是38人口啊 领兴了12人口 这一波 抓到了 上来抽你一下 守望堵你一下 DH抽你一下 两个英雄 零番折磨这个DK DK不老 我不要排面的吗 三发了一个娜家 看看是不是要发起冲锋了 好 DH一看 嘿 就连不走 好 过来抽你一下 那守望 又要找些鬼又过来 来一下了 这边七级海龟 能不能抢到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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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接上那家 那家吃不了你的C 是吧 我就强杀你 哎呦 DH DH 好 顶个无底 这边那家吃个血瓶 上来直接一发度标 带走 守望 还想把这个七级海龟给收掉 哎呦 哎呦 哎 追一波 DH 直接一发弄瓦带走了 守望想抢没抢着 你敢过来吗 好 这一波林呱呱 有点上头了 想秀 没有秀成功 哎 呦 用这个闪现跳 来躲对方的一发C 林呱呱 还是非常想秀操作的啊 好 不死足这一波 秒了对手一个英雄 自己的那家 虽然说也正亡了啊 但还是大出了自己的气势 来 目前能看 林呱呱 还是不出兵啊 就玩两英雄 两英雄 几口月亮景啊 1231236 再加123 这来是十口月亮景 十口月亮景 疯狂这边 暂时没有造月亮景啊 好 不死足的话 现在继续练个744 打了一个大无敌 无妖到三级之后 战斗能力 那是真的强啊 小狗 继续戳 那这一波看看 林呱呱好双英雄 又是喝满井水了 家里商店疯狂的灶啊 就是把布局 是吧 做好 商店 月亮景 全给我多多的安排一波 好 不死足 五十人口 狂狗 毁灭 一波 他来了 林呱呱的话 关键时候 还在外面打宝 赶紧回家 再不回家 可能要没了 好 不死足 大军 压尽了啊 这里林呱是把野怪 给勾出来练 诶 这练着练着 对手来进攻啦 家里 好小精灵 疯狂的自爆 先把DK的蓝 给消耗掉 家里的话有一个BP 应该能多撑一会儿啊 好 DH率先保存回来 那守望拿到装备 也要回来了 这一波的话有个毒球 DH的话是有一个耐久光环 好 两个英雄 切入战斗 这DH的话 要是能变成 要变成DOTA里面的英雄 可以跳来跳去 该多好啊 好 守望跳过来 想上那家 诶 天黑 请逼演 我引个身 好 那这一波DH 家里的话 补一下状态 天黑了 金水慢慢补 呜 这里又有一个蜘蛛干掉 好 就双英雄啊 疯狂的在对方的队伍当中 切来切去 DK DK身上有个大无敌 要不要交 好 交个大无敌 先把这个BP给挠掉 可以 挠掉BP 那你就只有两个英雄 打伤害了 这边盒子 千万不要乱动 赶紧补 该补给的补给一下 好 DK的状态有点差 不太敢靠前 现在不死足 死是无人口 暗夜精灵 就两英雄啊 两英雄 撑了一万年 这一波的话 DH已经到了二级 守望马上到四了 四级之后 跳来跳去 跳来就远一点了 诶 又想杀那家 那家身上没什么道具 好 递了一个TP过去 递TP过去 不杀DK 守望的话 喝点井水 有机会抢杀DK的 守望好 井水喝完 这边买个蓝瓶 要不要 暗夜精灵的话 现在补给做好了 补死足一看 暂时拿他们没有办法 那还是先回家吧 分框 双方各有一个分框 哦 守望跳过来了 哇 一发堵标 那家倒下 再来一发堵标 DK估计也要倒下 这杀英雄杀的是真的爽啊 这哈 好 林呱呱 还是对这个七级黑胖子 念念不忘 俗话说的好啊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那我去搞他一搞 嗯 看能不能搞一个好装备出来 这边呢 分框资源采的那是嘎嘎的爽啊 夜亮节数量 夜色贼多 好 张来直接把这个七级黑胖子 就勾引出来 这里能不能搞一个 守望 喜欢的一个装备啊 呦呦 就两个英雄 扛了一万年 打了一个 嘿 嘿 灵巧偷金 这边打一个蓝胖子 来 蓝胖子 恢复补给一下 哇 舒服 美音节 这里可以提高五点 守望现在是四点三级 贼 贼 贼快啊 好 大家再一次复活 嗯 身上先整个回程啊 这一波不死足 又想蠢蠢欲动 来来来 先给七四四啊 那这一边 呜呦 这个井水造的 嗯 接下来这里应该是造成树吧 嗯 这造的就讲究 好 这边 练七四四 两英雄 又开始过来 趁往当中 杀一九了啊 这边打一个好的装备 不 来 好 切过来 打了个火叫 来 跳过来 还是杀大家 嘿 就是打你的短板 那家 地研起 要小心 有保存吗 好 保存 地研起回去 一发渡标 那家倒下 守望 跳走 然后回去补一下 再跳过来 那家的话 死了一万次了啊 难受 那现在不死足 要不要直接上 呜 这夜乱景 已经造到对方的分框了啊 打到呢 无几就要坐到哪里 好 家里现在的井水贼多 可以凤凤的输出了 来 这两个英雄 补给的问题 暂时搞定 接下来就是输出 怎么去输出了啊 好 DH一人追着DK跑 DK表示有点扛不住啊 哎呦 好 乌鸟乌鸟 DK暂时没有什么C 乌鸟好像也要倒了 哎 一刀切掉 DH升到三级 这两个英雄 哇 真的是猛呀 保存回去 守望的话 已经快升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 三级的一个毒标 不得了哦 好 跳过来 听说你想走 完了 不让DK走了 那DK赶紧交无敌 交完无敌的话 这边跳过来 好 乌鸟刚刚买活 我再把你送进去 乌鸟 二级毒标 DH把DK的蓝给抽完 然后你没有C 这一波的话 乌鸟秒掉 守望顺到了五级 五级之后 好 DK也要杀 哇 三级毒标 DK倒 这边一身血的守望 跳走了 DH的疯狂说出 好 这个不死族 也是打上头了啊 直接买活 乌鸟守望 一身血 跳过来 杀完就走 乌鸟刚刚买活 再把你杀好 DK也买活 我两个人在这里 疯狂买英雄 好 守望终于秒掉了啊 可以 不死族 终于是出了一口恶气 哼 杀了我多少个英雄 我终于弄死你一事啊 好 那弄完这一波 我们看看DK的话 我要一看 老家又要被人家 给搞偷袭了啊 这里三口月亮锦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对手 要在这里疯狂的补给了 好 DH现在的状态很不错 守望买活买活 买活之后 这边只有 直接有井水可以喝啊 DH来来来 只要把DK的蓝给限制住 好 守望 三口月亮锦一喝 接下来又可以 敲杀DK了 DK现在瑟瑟发抖啊 哎呦 守望直接跳过来 三级毒标 来 再来一下 你就没了 现在跑哪去 跑哪去 守望直接 跑到你的前面去了 三级毒标 再一次杀掉 这 不死族 再多前度没有用啊 英雄 买活一次倒下 买活一次倒下 好 不死族退出游戏 我们恭喜 林呱呱 这一集 我们看一下 他到底杀了几次英雄啊 杀了对手 九次英雄 自己的话 死了两次英雄 我们恭喜林呱呱 喜欢变成对方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